对于三国时期的各位霸主 相信在其中受到后世评价最为丰富的人 应该就是曹操的 毕竟在一般的文学作品当中 曹操都是作为一个反派形象出现的 但是随着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 大家却会发现 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 并不存在什么正派与反派的差别 每个人所在的利益面都不一样 然而 不管历史对于曹操的评价究竟如何 我们都不能否认的是 他是一个十分多一的君主 这就导致了在他手下的臣子 仅仅有过人的才能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做到为人低调 但是对于曹操军营当中的军师司马懿而言 即使他低调待人处事 最终他的野心也没能够逃过曹操的眼睛 实际上在最开始曹操还没有成为卫国霸主的时候 对于司马懿是并没有什么疑心的 这个时候的他反而是非常欣赏和肯定司马懿出众的才华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还未成为霸主的曹操并不能被司马懿所臣服 因此司马懿就极忧生病 整整躲避了曹操七年的时间 从这件事情当中 其实我们就会发现 司马懿这个人还是比较势力的 在他看来 自己过人的才能 绝对不能浪费在软弱无能的君主身上 因此这个时候的他 其实也是一直在观察天下的局势 正因如此 当曹操称霸中原之际 面对曹操的再一次请求出山 这个时候的司马懿也就很痛快地打阴了 然而 随着司马懿在曹操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曹操却发现司马懿这个人 绝对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简单 从此时此刻的司马懿身上 曹操嗅到了一丝巨大的野心 也就是在此之后 曹操对于司马懿也就有了一定的防备 不仅如此 曹操还决定要对司马懿进行一次试探 看看他究竟是被自己错怪 还是说他本身就有着深厚的心机 因此 在后来一次司马懿拜见曹操的过程当中 曹操就决定对司马懿进行试探 那么 曹操究竟是如何试探的呢 原来 曹操在司马懿来到自己正中之后 悄悄地走到了司马懿的身后 当司马懿放松警惕的时候 曹操却突然大喊一声司马懿的名字 如果对于一般人来说 经过如此一番惊鹤 肯定会整个人转过身去 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 然而司马懿的反应却不同于常人 他虽然也感受到了惊鹤 却仅仅是将自己的头扭了过去查看情况 在曹操看来 司马懿的这一反应是典型的恶狼回头之举 经由此事之后 曹操就认为司马懿这个人的内心当中 隐藏遮难以琢磨的虎狼之心 因此 后来的曹操也就无时无刻地在提防着司马懿 然而通过我们阅读后面的历史也可以看出 虽然曹操看出了司马懿的野心 但是却没料到在他去世之后 司马懿能够逐渐掌握国家大权 不仅如此 司马懿过于长寿的性命 也使得他最终能够成功半导曹氏家族 成为新的天下霸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